秋天的白雲,飄浮在太平山頂上,前浪續後浪的海水,在她腳下打著有節奏的拍子,海鷗在自由飛翔,大自然的景物,給她十六歲的小孩心靈一種啟示呢? 爸爸在加利福尼亞省農場生勤勞動,借累了十五年的血汗錢給她一碰,就沒有了 是牛仔偷的,還是自己親手偷的,還是別的爬手偷的,又不是一樣 不見了錢的人,又不是一樣會變成神經 一隻水鳥,突然飛到海面,就用一條魚飛上天空 蝦球覺得,這條魚就是她自己,就是她爸爸,哎呀,她一聲驚叫,出了一身冷汗 蝦球,每天都來這裡站好幾個鐘頭,好像要逃避懲罰地離開自己家 有一天,牛仔找到他,牛仔知道他傷心痛苦的原因,就去找黃狗仔和一哥,講迷這種情形 黃狗仔呢,就叫蝦球去,就說憑良心,給蝦球拿回一百元拿去給他爸爸 得到這一筆錢,爸爸的神經病依然是沒有醫好 蝦球呢,每天在外面流離浪蕩,沒有回去過夜 晚上就和牛仔一起睡在別人的騎樓底下,日頭呢,好像中溫雞一樣,毫無目的到處亂撞 他受了這番重大的打擊以後,心靈受傷太重了,日時不容易復原 牛仔每天陪著這個心神彷彿,無精打彩的蝦球,也感染了他的痛苦 他恨黃狗仔的冒情,又恨自己親手偷了蝦球爸爸的錢 唉,他難過得,用力咬自己的嘴唇,就用嘴唇咬到流血了 夏球覺得這個鬼地方不能夠再流下去了,再在這裏,一定會自己都發神經 或者會做出連自己都想不到最危險的事出來,他決心要離開這個地方 去哪裏都可以,做什麽都可以,就是不要再做爬手了 離開香港,去哪裏呢? 走爸爸的老路,去海外嗎? 沒有這個可能 靜下來的,只有回祖國內地一條路 回去做什麽好呢? 唉,這個不能由他選擇 他想到,哦,他可以回你斬柴賣,可以打散工,可以當兵 可以找你丁大哥幫忙 他不管這些想法是否合乎實際,是否冒險,是否能夠實現 他通通不理,只要能夠離開這個鬼地方就行了 他沒有什麽前怕狼,後怕虎,有什麽顧慮 有什麽了不起,至多是崖幕,大不了連命都不要 好,回祖國,他落定決心 下球落決心要離開香港 他不明白,他要離開的地方 正是有很多人在內地,向著這裏捐過來 那些人正是從他走著相反的方向 他們拼命想捐來這裏找飯吃 這些人所抱的夢想,和蝦球的爸爸幾十年前 離鄉別井,飄洋過海那時候 所抱的夢想是一樣的 有一天,蝦球和牛仔兩人走到紅磡船屋附近 看見吊在半空的煤斗,來來往往在混煤炭 牛仔就指著站在吊架上面解煤斗的人說 咦,蝦球哥,你看,那個人的功夫多容易做,我都會 蝦球沒有出聲,牛仔又說 蝦球哥,你不是找工做的?這裏晚上有個工人市場 有多內地來的鄉下人出來應市找工做的 蝦球大聲地應他,咦,哪裡會輪到我們 他們又走過了土瓜灣,向著九龍城那邊走過去 蝦球看著九龍城背後那座獅子山 獅子山的樣子就像一隻瀑布在那裡的獅子一樣 蝦球問,牛仔,你知不知道前面那座是什麼山? 不知啊,是獅子山,我上過去斬柴了 羅伯頭在香港的時候,我爬山去過新界 是,再過無幾遠就是中國地了,那你有沒有到過中國地界? 沒有,我去過沙田,不過我現在想回內地,你看 牛仔看到蝦球說得這麼認真,他就問了蝦球 蝦球哥,你是不是真的回去? 如果你回去千萬別一個人靜悄悄走一下 蝦球說,那你也去嗎?當然了,不跟著你,難道我跟著黃狗仔過世? 我們沒有錢,我的錢都給了媽媽,你倒輸了,難道我們兩個扎著褲頭帶去嗎? 牛仔又說,那你不會偷回你媽媽的二、三十元做路費嗎? 哈哈,牛仔,你出了這種主意,下次再講個偷錢,我就踢你屁股 牛仔用稀皮笑臉地說,哦,我肚子餓不偷不搶地吃什麼? 蝦球飛起一腳,就踢到牛仔的屁股上,我不要你的小流亡跟我回來,你不是我回去做爬手嗎? 牛仔看到蝦球這麼認真,他倒下的頭不出聲,他們走到鬆旺台,肚子已經在打鼓了 蝦球看見旁,在山腳踏了個鵬在那裡,門口掛著一塊爛童私飯站的招牌 哎,牛仔,喂,吃粥吃飯的,你看看,看開飯了嗎? 牛仔走過去一看,哎,裡面迫滿了穿得爛爛流流的女人和弟弟,有些坐在地上吃飯,有些在排隊等分飯菜 牛仔就翻天起地地走回來,哎,哎,蝦球哥,按了按了,現在正在開飯的時候,兩個人走過去,門口放了一張桌,後面坐著一個穿西裝的男人, 鵝膏頭看見了他們,哎,你們來做什麼啊?哦,來吃飯啊,飯票呢? 哎,我們剛剛來了,哪裡有飯票啊?哎,先生,麻煩你給我們兩張啊? 那個人就問蝦球,哎,你多少歲啊?十六歲,哎,出來,出來,出來,十四歲以下才有資格,都要吃飯,十六歲啊,去茶樓開飯啊? 牛仔想跟他吵架,下頭一手就稱他出來,走啦,走啦,走啦,他們這裏哪裏真是救濟難童啊? 放個羊在那裡騙人啊?他們去到九龍城,兩個人招勻了個袋,得到七、八毫子,統統拿去買了麵包, 蝦球就很正重地對牛仔說,我決定不留在香港,我現在要立刻關外地,你跟不跟我來啊? 牛仔說,哦,我就怕你不帶我走啊,好,我帶你走,你咬手指發誓,大家有難同當,有福同享 牛仔真的將手指揍進口裡,出力肯咬啊,蝦球快點按著他,哎,牛仔,你猜真的嗎?你看,你想將手指咬斷他啊? 他們兩個人有愛地互相望了一眼,就走去獅子山那邊,牛仔過去曾經一個人上過羅浮山上學劍, 現在呢,蝦球又是抱著類似的心情,要回祖國去,他們喜歡丁大哥手上拿那支步槍, 他能讓丁大哥對他講過那番說話,他夢想他能夠會放槍,會打仗,做個正正派對的有用中國人,能夠找到一件堂堂正正的事來做,他在心裡面想,我一定要找到丁大哥,我要跟我學打游擊,他是一個好人,他肯肯羞容我的, 至於牛仔呢,他問都不問,跟著蝦球就走,總之見路就走,這份人就是這樣啊,他沒有人牽掛,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蝦球,他再沒有第二個親人啊, 你們兩個小孩,一步一步地走上山,太陽剛空的時候,他們已經上到半山腰,太陽下山的時候,他們已經翻過了山背那邊, 再講鱷魚頭,鱷魚頭這個冒險失敗的大老家,在香港站不住腳,現在他打算另外換一個碼頭,他包了九叔那隻小艇,現在正在香港海面上漂浮,掌陀的是九叔, 九叔那隻小艇和阿體,黃昏時分,這隻艇就掌到荃灣海面,鱷魚頭的打法,九嬸上岸買一張新棉皮和一張植,他決定,連夜開身,要避免香港警察的追捕,九嬸上岸的時候,他又吩咐,九嬸,回來給我買兩瓶五家皮, 再買十元燒納給你,我要和九叔喝兩杯,那時候,旁邊一隻花艇上,有人唱一些鹹水歌來,鱷魚頭就問阿體, 阿體,會不會唱鹹水歌,阿體拎拎頭,鱷魚頭就笑, 阿體拎頭,嘿嘿,水上的艇妹,誰不懂唱鹹水歌,你聽聽聽,你聽聽, 遠遠遠傳來一男一女,對答的歌聲, 身打薄刀,共歌斬籃,斬開大籃,免得被人彈, 大籃斬開,小籃又逐番,逐番條籃,共妹痴錢, 你幾句,哼,這幾句鹹水歌,正是唱合鱷魚頭的心情, 現在,他正是斬籃的時候, 真是一沉白踩, 他在香港犯了幾十件案, 一切被人揭曬出來,炒掉一碟, 跟香港這條大艦想不斬都不行, 現在他在那裏苦心計謀, 怎樣來一個大艦斬開, 小艦逐一條艦共會癡錢, 想到這裏, 鱷魚頭不禁有些淒涼, 他的露水太太洪師奶, 現在不知落在誰家, 究竟跟著馬尊遠遠走高飛, 還是被魏經理金屋藏嬌? 聽到格州的情歌, 他越聽越覺得有點心酸, 今晚要借一杯燒酒, 在荃灣海邊一解愁場。 其實,阿體會唱鹹水歌, 他聽到海上前面的歌聲, 再看到艇上, 槍簾低垂,燈火搖曳, 他自己確是有無限的感觸, 他上去那個癡心少年蝦球, 今天不知流落何方, 自從葛在陽生米埔, 蝦球病到溫溫沉沉沉一陣, 他曾見過他一面之後, 就再沒有見到他了, 雖然他又去過鱷魚頭公館去找蝦球, 誰知又被那兩個蝦神趕出來, 哼,他至今還懷恨在心, 現在鱷魚頭在艇上, 他三番幾次想探問蝦球的下落, 又不好意思開口, 鱷魚頭呢, 他想到這一次逃亡, 還有好幾日路程, 他怕艇上的糧食, 財草不夠, 就叫九叔上岸籌辦一切, 九叔接過的銀子, 有神無氣地上岸, 鱷魚頭等九叔走以後, 就問阿緹, 阿緹, 現在他們都上岸了, 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阿緹一聽, 江堂下一陣, 我沒有說我沒有什麼話要對你說, 阿緹, 阿緹, 我看出你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 說說說, 有什麼話儘管說, 我鱷魚頭上天落地, 什麼事人家不敢想, 不敢做我都可以一手包辦, 阿緹一想, 阿緹, 鱷魚頭這個家伙真厲害, 自己有些心事都被他看穿, 哎呀, 要打醒精神就得, 他就看了鱷魚頭一眼, 問的, 洪先生, 你到底要包我們的艇去哪裏? 你講明白, 讓我有個底也好啊, 鱷魚頭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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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問什麼啊, 這些什麼大姑娘操心啊, 有水路可通的地方我都去, 我暫時離開香港的時期, 總之人工伙食比足你, 你想想這兩年來, 我鱷魚頭有沒有虧待過你們呢? 下體素來豐聞這個大名鼎鼎的鱷魚頭, 是出名鱷魚的嘛, 連那幫殺人斬眼的流亡地貓都敬他三分的, 今天他下艇一陣, 雖然是神色慌張, 塞魂落魄, 像一隻桑家狗一樣, 他還押著兩隻手槍, 皮夾了大把金器銀紙, 哎呀, 這些人都得罪得了嗎? 他就說, 洪先生, 你往日待我們的確好啊, 不過, 我今天多口問問而已, 哎呀, 不用你了, 事關秘密, 遲了, 你自然明白的了, 客體又問, 洪先生, 你怎麼不帶兩個工人雜差來, 你丟下蝦球在香港, 那…… 哦? 什麼? 吊下蝦球在香港? 嘩, 我老婆也吊在香港, 你何止蝦球一個人啊? 你太太有錢, 那不方會餓了, 蝦球就不同了, 她去哪裡吃飯啊? 聽油麻地碼頭的人說, 養生米泡都被警察封了, 吊下蝦球啊, 連蹲都沒有地方蹲的了, 嘩, 你放心啊, 我臨走給他們一百元的嘛, 哎呀, 一百元吃得挺愛的,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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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夠怪的啊, 你怎麼這麼牽掛的? 噢, 我家的傭人, 哈, 你還擔心過我? 好了, 讓我注定下來, 我寫信叫蟹王七將他帶來, 阿鐵聽到鱷魚頭說, 把蝦球帶來, 他就整個心都開了, 鱷魚頭在阿鐵的神色裡面, 看到他讓人觸摸不到的東西, 咦, 到底他將蝦球當親弟弟看待呢? 還是當作心愛的情人看待呢? 哼, 這姑娘的心事都很難猜啊! 九嬸呢, 和鱷魚頭買了棉皮草籍, 五家皮燒鵝魚豬, 夾在一起, 還打到他五個人錢斧頭, 但願天天和鱷魚頭買東西, 天天有斧頭打, 不用多久就可以打金戒指來當師己了, 他遇見九叔, 九叔問他, 你得到金嗎? 這麼歡喜? 九嬸說, 這些是送上門的財神, 你不找他, 還找誰? 是啊, 你別這麼得戚, 有這麼大的鱷魚頭, 你也這麼容易給你賺, 你知不知道他現在去哪兒? 我管他去哪兒, 他天天賜人工, 火食, 他沒有雷工的地方我都去, 他身上戴著槍, 警察到處抓他, 半路才不會出什麼事, 九叔說, 你這個老鬼, 我都未見過你這麼膽小, 羅伯頭在香港的時候, 你走西貢走南投都不怕死, 今天怕得你這麼教官, 要斷窮就要賣命, 我要賣錢路出的來壞事, 你甚至真可 seront了, dataset是男人彼此 attatu shaus na morいただ。 九叔被老婆罵, 還不敢發聲。 你等一下在你那邊喜歡, 放下 Brendanasko, 就去米盆賣米, 就去柴褥亡現在叫人屠市戲弗, 然而上艇一齊握手煮飯。 over where making the blood flow is 感谢观看